字幕詞 字幕 李宗盛 乌鳴屋 喔? 這... 警告法啊!我真想要啊! 嘿,Buddy,我的戰友,我是戰友的Rashway 祝大家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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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 好了這次我是介紹的是Fingard,不是介紹遊戲網 我這影片會介紹遊戲網或者是Fingard的樣子 因為我上幾個影片呢,我介紹過Fingard 在3集,如果還沒有關卡,不用緊 這邊有一個按鈕是不是! 跟它一巴大大零判下去線~~ 喔,是喔吼,如果你是新的觀眾,不用緊 這邊有一個紅色Button,是不是 跟他一Button,大家判下去先 你就成為有信戰友啦 好啦,所以今天我介紹這個卡勒,就是 在G2C3的時候啊 Try3,他們去找有的他們踢館 踢館的啦 這次的繞彎是跟Tokoha VX Ring他們對戰 女人跟女人打架起來就很可怕 Tokoha他摔這張卡 Jingle Faller Dragon Jingle Faller Dragon呢 它發行為 它的技能啊,它啟動效果 必須要打開它同一個名字 從GUNI打開變成計算 如果你計算啊,有打開兩張以上的話 這個卡得到這個效果 在這個TURN裡面呢,全部UNI要同名的卡 在這個TURN裡面呢,有同名的卡 選全部UNI,它的永久效果寫 在這個TURN裡面呢,全部UNI加到2000 如果上有同名的名字的話 得到這個效果 就比如再講,如果上有同名的卡的話 就加到4000,如果三張啊 就加到6000,但是你們要注意 如果你們跑啊,這個效果時候 你再召動一個UNI的話,對不起 你發動不了,因為這是一合一次 除非是你在召動一個UNI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發動這個效果,因為它是屬於啟動效果 GSO不等於GP 怎麼說呢? GSO是貴GSO GNB就是GNB GNB是怎樣算呢? GSO在戰場上屬於是GNB1 如果打開的話,已經過了 GSO等於是GNB1 GSO只是貴GSO那個部分罷了 如果它說明了有寫 如果GSO有打開兩張以上的話 才可以發動 千萬不要聽人家胡扯啊 GSO等於是GNB1 其實不是,除非你要打開多一點卡 兩三張的話,才算得到效果 GINGLEFALLER什麼意思咧? GINGLEFALLER有時候很多意思 像是聖誕話啊,或者是鈴鐺話 其實老實講 GINGLE 我就想到GINGLE不要 GINGLE不要 不要再跳不要再跳 然後我從版權就代我咬 不過在聖誕節啊 就是它有帶來一個希望啊 以上是GINGLEFALLER講解啦 好啦,影片到尾了 如果你超越中級無敵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LIKE Share給我看 如果你是新來的觀眾,請記得按小門鈴咯 GINGLEFA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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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好怪啊 已經下方留言給我了,謝謝 放心,這個五個法順不會咬人 如果它這裡也是你過獎 我用GINGLEFALLER看到 GINGLEFALLER GINGLEFALLER 沒有開玩笑發了 好啦,等待我們的新影片啦 Ciao 我們的遊戲王交流區已經突破了 100人數啦 來,在這裡咧,謝謝你們啦 願意加入我們的遊戲王交流區啊 現在還來得及加入我們的遊戲王交流區 這邊有一個做法 是不是跟它一巴搭蛋的看下去 先你就成為我們的新的大家庭啦 不管你可以在那邊 加入,吹水或是切磋都可以 趕快加入我們的新的大家庭吧 Ciao